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金本第十九面 从第二行看起 若坐如此安心起行者 纵失苦力身心 日夜十二时 即走即走 如智投然者 众民杂毒之善 欲悔慈 杂毒之行 求生彼佛净土者 此心不可也 何以故 朕有彼阿弥陀佛 因中行菩萨行时 乃至因念 夜刹那三夜所修 皆是真实心中作 凡所思维 需求 以一切真实 善大大师 这些开示非常重要 我们念佛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往生 可以说 老人家这些开示 实实在在 是关键 是非常重要 这些话 还是从三星 至尘星里面说的 至尘 就是真实 我们修佛要不是真心学 不是老实学 那只能够讲 在佛法里面 中了善根 而在这一生当中 不能出三界 不能往生 如果要是说 这一生当中 决定出三界 决定得生 那你就一定要用至尘心 生心 回向 花怨心 一定用这个心 我们念佛 修行 用这个心 平常 厨师 带人 借物 通通用这个心 不能说 我念佛用真心 我对待别人 可以用虚情假意 你的一个人 一天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心 这个不可以 一真 一切都要真实 这个话 说到这个地方 来来啊 就有很多同修 听了 都恐怖啊 都害怕 怕什么呢 我平常 对人 对人 对思 要用真心 那我的亏 就吃大了 别人 对我 都用假的 那我处处 对人用真的 我这个 划不来啊 这不合算了 忧虑 就很多了 那么 我们再要问一问呢 那你想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呢 想不想在这一生当中 永托轮回呢 如果真的要想在这一生呢 聊生死 出三界 生进土 成佛道 那么 我们眼前呢 这十几十年的亏啊 应当要吃 吃这个亏 算不了什么 那还是用真实心 出世待人 解悟 我们一心呢 只求 尽土 不求世间 明文立养呢 那说实在话 也就谈不上什么吃亏 上当 那一般人家吃亏 上当 也就是说 钱少赚 这个官呢 不能往上升了 大概就是 这是吃亏 上当 这个我们不要嘛 修行人 生活能过得去就好了 我每天吃得饱 吃得差一点没有关系 粗茶淡淡 穿着呢 有衣服穿就行呢 不必那么考究啊 穿持 物质享受 太讲究的人呢 很难往生 到灵命中是放不下了 所以 我们的物质生活简单一点 那就无所谓吃亏 无所谓上当 要这样的心态 我们这一生当中 才决定得身 这样的观念 那我们就不怕吃亏 上当了 实在讲了 无所谓吃亏 无所谓上当 这个世间 我们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一样都不是 不是自己的 连身体都不是的 还有什么吃亏上当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看破啊 看破之后啊 你才能真正放下 那么修行人 无论在家出家 被佛菩萨了 一定要有真实的敬仰 不能说啊 有的时候相信 有的时候又不信 有的时候觉得佛菩萨很可靠 有的时候觉得靠不住了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这个要不得 这是表示我们的信心不情信 信心不坚定 对我们修行成功啊 有很大的障碍 一定要相信 真正修行人 自古至今 中国外国 你们去打听一下 哪一个真正修行人呢 恶死了的 冻死了 没听说过啊。 为什么他没有过死动死呢? 到他真正按摩受动的时候,佛菩萨就来帮助他。 佛菩萨照顾无畏不至。 这是我们在许多的著作笔记里面看到的。 我相信有不少同修看过徐云老和尚年谱。 徐老和尚当年发心朝舞台。 他是三步一拜啊。 那样的虔诚。 中途生病了。 在荒山的地方,生病了。 找不到人家住宿啊,也没有人照顾啊。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信心不退。 感动文殊菩萨化身来照顾场。 你看那个念谱里面写的,那个人名字叫文吉。 文章的文,吉祥的吉。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个要饭的。 文吉是个要饭的。 在路上遇到徐老和尚了。 看到了老和尚生病啊,他照顾他。 那么,徐老和尚很感激啊。 问他什么名字,他告诉他。 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住在五泰山。 以后到五泰山呢,就到处打听。 这个人呢,照顾好几次。 所以很感谢他。 到五泰山一问呢,人家就告诉他。 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 在路上照顾你啊。 所以,真真说佛了。 不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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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动作。 都不怕。 我们信心坚定。 一定蒙佛菩萨时时刻刻念着我们。 我们念佛了。 佛也念我了。 我们不忘记佛了。 佛也常常照顾我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一切真实心中作。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心理不真实。 里面还掺杂着明文力啊。 掺杂着五语六成的享受。 这些东西放不下。 那么这个就叫做杂毒之善。 虽然你每天拜佛。 念佛。 想佛。 你的贪嗔痴没有断。 你的掺杂着三语在心中。 这个样子呢。 跟佛佛的感应有障碍住。 这个事一定要知道。 不可以掺杂这些东西。 我们昨天说到这个地方。 今天这个文。 借助啊。 就说得更明白。 更透彻。 若做如此, 安心其心。 这个如此, 就是指上面。 掺杂着, 贪嗔是慢。 。 心里面五语六成。 种种的啊。 这些享受。 没有能够摄取掉。 还挂在心上。 那么这个就呢。 是这么一种修行方法。 忠实苦力身心呢。 日夜十二时。 白天十二时。 白天十二个钟点。 晚上十二个钟点。 我们现在讲的二十四小时。 大司。 大司。 是唐朝时候的人。 唐朝那个时候用的时辰。 日夜呢, 只有十二时。 啊。 就是。 子丑银毛。 尘丝无味。 啊。 一个时辰。 是我们现在的。 两个小时。 所以这里。 日夜十二时。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二十四小时。 急走急坐。 如智投然者。 这是讲他了。 永蒙精进。 啊。 他的修行功夫。 像这样。 日夜不间断。 这么用功啊。 啊。 这用功怎样呢? 共鸣砸独之身。 啊。 这样用功。 他贪嗔痴慢。 没有方向。 是非人物。 没有方向。 啊。 这个人对我好。 那个人对我坏。 这个人我要报恩。 那个人我要报仇。 这个观念没方向。 叫砸独之善。 用这样的善。 砸独的善。 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行。 这是跟西方世界没有感应。 啊。 这个是不能去的。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是尽头啊。 佛心清净。 这个清净就是不擦毒啊。 没有掺杂毒啊。 那就叫清净了。 掺杂了, 就不清净了。 西方世界的菩萨心也清净。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 虽然神离佛。 口念佛。 心向佛。 日夜不间断。 都不能往生。 这个很要紧。 很要紧。 啊。 否则的话, 我们照经上讲的, 我们三夜都恭敬。 都在这里修。 到临终时, 还不能往生。 那个时候叫, 傍佛。 傍佛。 释迦牟那佛骗我。 啊。 这个三经讲的都不灵。 我都照这个做了。 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呢? 啊。 殊不知啊, 是你自己犯了过失。 你的心不清净。 心不真实啊。 真心呢, 就是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真实心。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啊。 那么这是说出阿弥陀佛了。 从阴到过。 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啊。 啊。 看到阿弥陀佛在阴地当中。 一念一刹那。 这是将时间之短促。 他读三一所修啊。 都是真实心中作。 弥陀因中一切的思维。 所有的去求也都真实。 啊。 所以那个世界。 就是华言经上讲的。 一阵法界。 啊。 一阵。 一起真实。 没有一丝毫虚假。 这是我们不可以啊。 不知道。 啊。 不可以。 不明了。 不能不认真地学习。 啊。 啊。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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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式。 指是挤指。 看。 禁止的意思 我们要从真心当中 把自己的窝断掉 别人的窝也断掉 断自己的窝 知道啊 自己贪嗔吃慢了 这都是窝了 怎么断别人的窝呢 这非常要紧啊 很多人呢 不知道这个道理 虽然一生精进 得不到殊胜的成就 禅宗 六族能大思说得好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啊 你能不见世间过呢 这就是 知邪他我 别人做错事情呢 我看到 我顺眼 我心里很不痛快 别人做窝的 实在讲 与你什么相干呢 你为什么不得抓起来 招待自己的道业呢 大错 所以持戒的人 不懂这个道理 自己戒律经验 很难得了 我们见到很佩服啊 但是他见到不持戒的人呢 他就发脾气 这个人不持戒 那个人破戒 瞧不起别人 自己供高无闷 所以这样持戒 只能得福 不能得定 为什么呢 看到别人破戒 不持戒 他心里就启烦恼嘛 他定就没有了嘛 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他的戒持得好 得不到定 得不到定的原因呢 他见到世间过 他没有能够学他过 自己的悟学掉了 他悟没有学掉 所以我们要学 无间世间过 这个就对了 灰土 那就像我们这个世界 一定要能够学起 不可以流涅 这才能够往生净土 如果对这个世界 有流涅呢 西方净土 就去不了 就产生了 党外 这行住作物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一切实 一切处 我们都要 我们都要以菩萨 为榜样 以菩萨为标准 我们向他学习 想通一切菩萨 知识 知识 菩萨 知识 能断自己的悟念悟心 也能学他悟念悟心 我们应当要学 要学习 真是心中的 勤修自他凡身 等善 佛的善心善行 我们要学习 菩萨的善心善行 我们也要学习 我们看到世间人 善心的人 做了些好事情 我们也要学习 学习善 不能学悟 悟那一方面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这个心 悟没有 变成一个 纯善的心 这样就好了 真是心中 口一 赞叹 彼阿弥陀佛 一真二霸 赞叹 一切众生 三业 所为上 我们念佛 我们念佛 就是赞福 念菩萨 就是赞生 我们读经 就是赞法 趁赞三宝 要从真实心中做 我们将三宝 也以真实心 介绍给一切大众 自立立他 这一切众生 由善行 善行 他们三业所造的善 我们也都赞叹 赞叹 一切众生 三业所造的善 他的效果 能够转移 封锁 使这个社会 安定 社会 活血 把社会的道德 能够提升 做卧的人呢 他自自然然 会生起 惭愧心 卧人 你看 做了好多卧室 人家一句话都不说 我才做一点点善事 哎呀 他们都赞叹我 这个样子 自自然然的 能够 转移 封锁 能够 诱导 人心 向山 所以他有 这个 许许多多的 好处 再看 底下的一段 真实心中 一夜思想 观察意念 彼 阿弥陀佛 即一阵 二道 如现 目前 若非善业者 敬而远之 亦不随喜 一夜 这个三夜里面 最重要的是一夜 一夜是独宰呀 心正 行就正 言行就正 心不正 那个言行要是正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所以心最重要啊 真实心中呢 意义是低 最重要了 大师在这里教导 我们 意义呢 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念 这个见解 观念 观察意念 比阿弥陀 即一阵二报 这就是教给我们 专详 阿弥陀佛 我们对于 释迦牟尼佛 在经典里面 为我们介绍的 这一尊 佛土 阿弥陀佛 以及西方极乐世界 种种庄严 我们都要真心 一点 怀疑都没有 佛不妄语 无界里面 都不妄语 佛哪有妄语的道理 金刚经上说的好 如来是 无语者 无种语 第一个 是真语 真就不假了 第二个是诗语 吃就不虚啊 所以如来的语 是真诗语啊 第三个叫如语 如是什么呢 那个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也不听一点 也不减一点 说的是恰到好处 完全跟四十相应 没有天有天醋 那才叫如语啊 可见得佛讲 哪里会讲假话 佛不欺骗众生 也不会夸当 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 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 西方极乐世界 确实实有 就像佛在经中所说的 我们常常读经 常常接受 释迦牟尼佛的 开始啊 我们读经 就是接受在这开始 一变一变 使我们的印象加深了 这印象深了啊 我们时时刻刻 就会想佛 想极乐世界 那么用这个方法 把我们呢 那些妄想 咋想 都把它打掉 我们一心 只想啊 阿弥陀佛西方世界的 一真妆业 如心目前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常常就像在我们 眼前一样 越想越真实 想阿弥陀佛呢 越想啊 越清净 阿弥陀佛 常常在我们身边 真的有这种感受 这是教给我们 应当如是点 滋味 这个意义 真实 清净 若非善意 这是假如 我们遇到了 不是善意的事情 我们能够 谨别 能够分别 这不是善意 那怎么办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我们的亲戚 朋友 同事 有关系的人 他们有信仰 别的宗教的 做别的事情的 都来找我们 要拉我们一道 去参加 这怎么办 是不是也要去随喜 随喜呢 不可以 菩萨才可以随喜 我们不能随喜 我们随喜次数多了 心就变了 就被他拉跑了 假如我们真的有进攻 有智慧 我随喜他 会把他们转过来 行 有这种能力 就可以去随喜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呢 那你就听话 此地讲呢 敬而远之 我们不要得罪他 他来邀请 我们说 谢谢 我没有空 没有时间呢 去参加 很抱歉 也不随喜 也不随喜 随喜刚才讲了 是大菩萨们的事情 你看 菩萨菩萨 十大愿望里面 有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要晓得 十大愿望 是什么人修的 法身大事 修的 是原教初驻菩萨 以上的境界 那个行 由那个智慧神通能力 可以随喜 我们现在是凡夫 业障深重 所以那个场合 不能随喜 下面这一段呢 再讲到身心 这个什么是身心呢 大事在此地 跟我们讲得很明白 很清楚 身心即是身心之心 这个讲得清楚啊 我们不会把一丝做回 决定身心自身 是罪华 是罪恶 身死安抚 旷界一来 常磨 常流转 无有处理之源 这是我们第一个 要相信 要承认 要肯定的 我们确确实实 是真实反复 为什么会有六道生死轮回呢 造的罪业才多了 所以无量借来 这个矿借就是无量借来 长墨 墨是跺三窝道 长长跺三窝道 流转是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面轮回 跺在窝道里面的时间最长 最后啊 无有处理之人 我们何尝不想 超越流道轮回 越是机会呀 没有这个机会呀 没有这个条件啊 这是我们要深深地相信 第二呢 决定身心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摄手动身 无以无虑 成比愿烈 定得往生 我叫童修 这个早晚扩宋 早扩 念无量寿经 第六篇 第六篇 就是念四十八月 我们一般呢 这个道场里头用的扩宋本 古人编 五十万人编 那个时候 大家早晚扩宋 用这些经咒 很得力 其合那一个时代众生 根气 我们今天呢 这个根性呢 比起过去那些人 差远了 我们的业障 我们的习气 烦恼 贪嗔痴慢 比古人呢 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 那么现在的学会 这个花花世界呀 诱惑的力量啊 那比从前 那要超过百倍千倍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古人那个扩宋本 我们今天来用啊 得不到力了 就好像这个害病一样啊 古人那个药方一吃 病就好了 我们今天拿他的药方来吃 没有效 没有效 我们的病太重了 他那个药的分量太轻了 换一句话说 我们今天用药啊 必须在分量上要加上多少倍呀 才管笑啊 所以 我用这个无量寿金的四十八月 作为早库 我们念量真的有受用 我们用无量寿金 我们用无量寿金 33平到37平 里面讲的无诸卧室 让我们了解现实的状况 里面讲无界是善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断窝修善 怎样叫我们 除世待人借窝 也能跟佛菩萨寄进 这样就好啊 所以 用这个做造完库 我们真的会得力 那么就是 深深相信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月面 都是世受啊 社方世界 最苦众生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啊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就是为我而发的啊 我要相信啊 相信成佛 本愿为神的力量啊 我们这一生 决定的神 这个事要 神性不疑啊 第三 深信 释迦佛 说辞经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的 在这个经上 为我们介绍的 我们要相信 决定不能够 决定不能够 社方 横上祝福 梅桃经里面 六方佛 无量寿经上的 社方佛 都跟 释迦牟尼佛 做证明 一同来劝我们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正确 一切凡夫 决定的神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来劝我们 来做证明 可见的 这个求生尽头啊 真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啊 真的去得了啊 问题 你如果去不了 你一定犯了 善导大师在此地所讲的过时 如果你要过犯过时 一教修行 你决定得真 一心为一心佛语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要相信佛说的 要坚定地相信 那 不顾生命 月定一心 明天没有饭吃了 不要紧 明天没有工作 也不要紧 不要说明天没饭吃 这个事情大了 还是吃饭的事情大了 我就不要捏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生命四孝啊 何况生命以外的事 那就更不知道了 身心 身心 世界 通通 放下 那你念佛这个心呢 才叫真心 才是真实 心中做啊 就不顾生命 就不顾生命 这一心 就不顾生命 一点都不怀疑 完全接受佛的教导 一教奉行 这样呢 世明随身佛教 这个底下念教 教导我们 这才是随身佛的教导 世明随身佛愿 世明真佛弟子 这个词叫真正佛弟子 是阳奉阴伟 那个不是佛的真弟子 佛的真弟子一定是一教奉行 佛的教会都在经典之中 今天有一些意思很深 有一些意思不明显 祖师大德 在读节里面呢 都把我们写发出来 祖师大德呢 跟我们帮了很大的忙 是我们对于威严大义都能够体会 便于奉行呢 一切行者 但能以此经 深行行者 彼不无众生哪 骗到大义都能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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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 无量寿经 为我们介绍了西方信徒 是我们认识阿弥陀佛 《观无量寿经》 提供了往生修学的方法 弥陀佛经是极力地劝导 劝我们往生哪 劝心里劝怨劝心哪 所以从这三部经能够看到 一切祝福如来 对于众生的真实慈悲 所以大使讲 一切行者 这是讲一切发心求愿往生的这些人 这些修行人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修信徒的同学们 大能以刺激 只要依照这部经 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 深信平整 深深相信 一点都不怀疑 依照《观经》上讲的方法 去修 一定不会耽误 必不忽众生 不会耽误 这个不耽误就是 你绝定你的身 如果你不能生净土 那就是误了你的大事 绝定你 不会误你的 不耽误 佛有所言说 即使正教正义正行正解正业正治 为什么我们要深信 为什么我们要急力的去奉行呢 大司在此地说得好啊 不耽误 佛所有的言说 这个所有言说 就是在这一部经里面 或者说 在净土三经里面 所有的言说 不是指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 那说的话门太多了 不是指这个 这是指本经 在这一部经里面 所有的言说 就是正教 就是正教 极为正确 一定要以这一部经 意呢 是意理 这是正确的意理 正确的修行方法 正确的解释 正确的解释 那业是四业 就是造作啊 依照这部经上去做 那就是正业 跟不佛如来 不怕菩萨的行业相业相同啊 正知 这是真实的智慧啊 若佛所说 即是了意啊 佛在往生之前 我们一般讲啊 入班列盘之前 交给后世的弟子 有四句话 叫四一法 我们遵守这个四句话 等于啊 佛在世界 等于我们没有离开佛了 这个四句 第一个佛教给我们 一法不遵忍 法是经典 一切要遵法 不能遵忍 祖师大德 都是 祖师大德说的 我们可不可以遵呢 我们要以经做标准 他讲的 跟经上讲的一样 我们可以遵他 他讲的跟经上讲的不一样 我们就不遵他 这个标准呢 就对了 就不会错误了 第二叫我们呢 一一归一语 这个很好啊 你看到末法时期 很多经论 引起许许多多人的争论 在批评 你比如同样一部经 两个人翻译的 一定不会翻成一样啊 这个文字一定不一样 但是意思呢 总差不多嘛 《弥陀经》 两个译本 《旧摩洛士大识》 《弦庄大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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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译本 各位拿起来比较看 两个意的不一样 意思相同 我们意思一样就行了 翻译的不一样 没有关系 讲的不一样 没有关系 意思是一样的 意义不一语 语言文字没关系 意思重要 第三句话交给我们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我讲十许多多的经典 哪些是了意的 讲成佛的那个方法是了意的 讲菩萨 讲过罗汉 讲人天佛报的 那就是不了意 我们要以了意金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不能不知道 这个了意金呢 对他了意 对我不了意 他的根性力 修那个法门修得成功 我的根性力 我修这个法门不能成功 那对我就不算了意了 对他是了意 对我就不算了意了 你比如说 华言是了意 法华是了意的 我们没有能力 我们没有能力修修 哪一个法门能够 帮助像我们这样 业障深重的凡夫 也能在一生当中 去做佛做足呢 念佛往生这个方法 这个法门 对我们来说呢 是了意 第一了意 就近了意 我们依照这个法门 决定成功 所以佛讲这个金呢 就是了教啊 了意教啊 事故今时啊 佛却一切有缘 往生人等 这个地方所讲的佛却 不仅仅是迦牟尼佛却呐 阿弥陀佛却呐 释放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一个不却 你才知道 这个法门的重要 因为没有一种佛不却 却哪些人呢 却有缘的人 这个地方有缘 就是偶一大死 在药节里面所说的 这个众僧 这一生当中呢 成佛的机缘成熟了 这太可惜了 太殊胜了 这个众僧呢 有缘成熟 成熟的人 这个法门 一告诉他 他就相信 他就欢喜 他就接受了 一教奉行 有缘的人 缘没成熟 他不相信这个法门 不喜欢这个法 那么佛菩萨就跟他讲 其他的话 喜欢禅 跟你讲禅 喜欢密 就跟你讲密 喜欢教 就跟你讲教 随一顺 为什么呢 你缘没成熟 也就是说 你这一生呢 还不能做佛 做佛的 这个缘没成熟 那么诸位同学要知道 你们能够在这个讲堂里面 每一天坐上 一个半 一个半小时 你们都是成佛机缘 成熟了的人啊 不简单啊 一切祝福看到 都欢喜啊 都赞叹啊 要记住 唯苦深信 佛于 对于佛在这个三经里对讲的话 要深深相信 一点不能够怀疑 专注奉行 专是专精 专业 啊 把这心的力量 集中 注入 在这个 今天里面 啊 像今天的教训 都把它变成我们自己 思想 见解 生活行为 那就叫专注奉行 下面说的好吧 不可信用菩萨等 我们互相印交 一味仪爱啊 抱货 自你 废师 往生之大业 这些话 这些话要恼恼的记住啊 菩萨很多 菩萨有许多的论点 菩萨所说的 啊 所说的经 所说的经 这个论 啊 叫你修这个法门 修那个法门 你这个大乘经论念多了 那怎么办 你到底听谁的呢 主师在此地告诉我 我们听佛的 我们不听菩萨的 念佛无杀都不听了 那什么诺罗汉什么东西呢 那当然 这历代什么 主师大德的话呢 那当然我们更可以不要听了 那这些高僧大德的话都不要听了 现在还有什么善知识呢 却你 念佛 是小臣呢 念佛 是自了汉呢 那你也听了 你要去跟他去学大乘去 菩萨都不听 那这些善知识的话 我们能听吗 你要听了啊 你就不能往生了 把你这一身呢 成佛的机会啊 就丧失掉了 所以说 不 不相应教啊 菩萨 你一身感到遗憾了 为什么呢 这一身往生的机会啊 错过了 一定错过了 不能往生了 这是无比的利益了 不要轻易被人给障碍了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身心 身心 决定 建立自信 这个自信呢 就是自信心 坚定的自信 坚定的自信 清静的自信 随教 修行 随身 佛在 本经里面 所说的一些方法 去做 照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经典教训呢 去做 涌出 疑错啊 悦定不疑 不疑惑 也就决定 不会查错了 要知道啊 我们过去的修行呢 生生世世修行呢 都错了啊 如果不错 那早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一错 差别就太大太大了 不畏一切 别解别行 易学易见 易知之俗 退世 秦动也 这些话都非常非常重要 别解身 不同的见解 禅的见解 跟禁宗的见解不同 禁宗教你一天到晚 致持名号 禅宗 念佛一声 要诉口三天 方法不一样吗 啊 遇到贤手宗爹 叫你念华严经 遇到天台宗爹 叫你念法华经 你到底学哪个 这个都是说明 禁宗不通 自己要有主宰啊 不能听到他那些 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了 听到禅 也想参参禅 听说什么呢 禅经参双修啊 禅经双修啊 那你就错了啊 禅经双修 没错 是这个永明元寿大师 是这个永明元寿大师提唱的 永明大师是我们净土中第六代的祖司 他在那个时候提唱 没错 我们今天要学呢 就错了 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明了 永明大师 为什么 要这么说 是因为他那个时代 长风最深 一屋风都吃参禅吃 清世净土 不肯修净土啊 大师慈悲啊 永明大师 我们都知道 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 他是世线来的 他先学禅 先禅学禅 在禅宗里面呢 大乘大乌 明心尽兴了 禅禅的人 比不上他 他在禅宗里面 大家尊他 第一 高手了 他老人家 不参禅了 为了念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就很明显的 看到那些参禅的人 不能陈旧啊 天天念佛 他又不肯 所以才提倡 所以才提倡 参禅 再多修一点 净土 那更好了 有禅有净土 又如戴雪糊 是为他们说的 那我们没有参禅 老师念佛的人 他才不准你 禅敬双修呢 一双修就坏了 现在居然还有更聪明的 更了不起的 是禅敬双修 你说怎么得了 胡闹啊 是啥 标心立意啊 多把自己这一生啊 往生的机会 错过了 真正可惜 所以我们对于不同见解 不同行门的 修行方法不相同的 啊 义学我们学的不一样 我们见解不相同 职责也不一样 我们是支持名号啊 决定不为他们所动摇 我们坚持 尽头三尽 依照三尽的理论方法修行 实在是 最好啊 我们修尽宗的同学 除了三经或者是五经议论之外 其他东西都不要看 免得打闲场 免得我们呢 起分别 哎呀 佛在这个经上说这个好 那个那个好 哪一部经都好 那不好 不好佛 佛为什么讲呢 佛讲哪一部经 一定赞叹哪一部经 说哪个法门 一定赞叹这个法门 啊 佛对的话听众一定来问佛了 这个经是第二等 第三等 你为什么要说过去 不起我们的机 那么除了一种人 那就说非看大经呢 不口 啊 那你说法院呢 要鸿法立身 你鸿法立身 虽然是讲净土的经典 人家要问你其他的经问 你不可以说 这个我不知道 那个我没看过 这不行啊 这个倒架子 啊 人家对你啊 就不相信了 说你是不漏寡闻了 对你鸿法立身呢 就有障碍 所以 法院鸿法立身的 那要独送大城 啊 真的大小城经典 不但大小城 连这个世间一些典籍 常识都要懂得 啊 不能说人一问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 这个不行 自己修行 法院修行往生净土 可以不必 但是也有人问呢 这净土是大臣发了 三福后面都讲的要独送大臣了 那不独送大臣能往生吗 我见到过不少往生的人 听到过的就更多了 啊 有一些乡下老太太 不认识 你一套经也不会念 就念一身 南无阿弥陀佛 念了三年呢 站着往生的 坐着往生的 欲知识知的 那一句阿弥陀佛都能往生 那何宽一步斤呢 那何宽三步斤呢 足够了 没有怀疑了 所以要弘扬尊宗 讲经说法 那是要充实自己 要应付大众 不能不多读经论 为自己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古人常讲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啊 西方是大臣 每一个人将来 都是到十方世界 弘法立身 都是大菩萨 都是成佛的 我们许许多多大臣佛法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 再说 不在此地说 到底在此地啊 在这个地方 专精力呢 见了阿弥陀佛 再说 光说多文 是这么一个道理 是这么一个道理 可是这个法语 洪法是好事情 是值得赞叹的 要是真实心中作 这句话很要紧 真实心中作 如果不是真实心中呢 你法院洪法立身呢 很容易堕落 怎么堕落呢 这个名利呀 非常容易接近你 明文力呀 当你没有名利的时候 人很有道心呢 还蛮清高的 认真的 修行呢 名利一来了 就迷惑颠倒了 就退转 就堕落了 很快点啊 自古至今啊 走洪法立身 这个路子 堕落的人 不晓得有多少啊 这个很可怕 所以 发心是好 一定要真实心中作 而且呢 要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 去修学 要有老师指导 要有同餐 就是有同学 互相切磋 做梦 不是一个人 一门造句 就能够学得成的 没有这个道理 都是有老师的 要有私诚 要有私诚 有老师 认真学习 那么至少 要生年的时间 这才不会 误别人呢 也不和自己啊 也不会堕落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看底下一段 说观经 弥陀经 唯卫 伏灭后 无浊 无苦等 一切凡夫 震严得生 为此英语 我坚一心 依此佛教 决定奉行 那么这就是这三经 观经 指点本经 关有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大本的阿弥陀经 那么佛说这个三经 为什么人说对 唯独啊 为了佛灭之后 释述 释迦牟尼佛 释陷入 半涅槃之后啊 为后世人啊 那些人呢 无助 无苦 无作无苦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我们今天住的这个世界 无助过世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生活 不无苦啊 为我们这一些反复 正严 真是证明啊 说出 我们决定可以 增到 激发极乐世界 为这一个应免 这确确实实 像这个 法华经理所说的 一大四应免 确确实实 是第一大四 没有比这个事情 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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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个大四应援呢 我今一心一词佛教 这个我 神道大四自称 我们要向他老人家学习 我们要一心一意 一词三进 这个词就是指三进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这个弥陀经 三进所说的 依照这 教导 决定奉行 昨天 我也跟诸位同修提示过 这是神道大四 这是神道大四 教导的 三叶专情 神专理阿弥陀佛 我们天天要修 口专念阿弥陀佛 心里面专享阿弥陀佛 西方世界一阵光阴 西方世界一阵光阴 这个拜佛呢 要学 要学这个遗规 请这个出家的师父 或者在家的老同修教导 那么拜呢 一定要平拜 不能用这个拜殿 这么高的拜殿呢 受不到效果 但是年岁大的人 平拜拜不下去 拜下去就起不来 还得要两个人把它拉起来 年岁大的人呢 用拜殿 用拜殿 这个拜殿的高度啊 大概啊 随着你的年龄 随着你的体力 我见到有年岁大的 身体不好的 他那个拜殿呢 有我们这个拜殿两个高 他才能拜得下去 像这样高的拜殿 他拜下去就跑不起来 这个我们要想的 年轻人不可以用拜殿 年轻人不可以用拜殿 就错了 要平拜 平拜 那么拜呢 说在家呢 拜得越多越好 啊 我告诉大家了 一天 最好啊 能拜一百拜 这是最少的呀 平常没有拜佛的人 突然这个一天一百拜啊 怕你吃不消啊 怕你吃不消啊 年轻人 没关系 我那个时候年轻 我是三十二岁 跟参严法师 住毛棚 我从来没有拜过佛的 参严法师教我 一天呢 要拜三百拜 我就尊到他老人家的话去拜 一天拜三百拜 拜了一个星期啊 我一天就可以拜六百拜 拜了两个星期 我一天拜八百拜 啊 以后我自己定了 每一天拜八百拜 啊 这个八百拜 早晨拜三百拜 吃过午饭以后啊 拜两百拜 晚上拜三百拜 分为三次 啊 越拜呢 速度也越快 啊 所以我们拜三百拜啊 大概时间的时候 只要四十分钟 啊 所以拜的速度很快 年轻啊 有体力啊 年轻人不可以偷懒 啊 年岁大的呢 要看自己的体力 啊 不要超过自己的体力 这个拜啊 慢慢的增加 你给你开十拜 一天呢 用禁修接药 禁修接药三十二拜 里面有观想 非常之好 很适用于啊 中年人跟老年人 啊 啊 那么你 学一个时期之后呢 你拜的很习惯了 身体是越拜越好 啊 越好就越亏多拜 啊 所以一天能拜三百拜 非常的理想 非常啊 啊 不能拜那么多呢 拜一百拜 啊 开头的时候 你要拜个二十拜三十拜 慢慢去增加 啊 一定要 知道自己的体力 知道自己的生活环境 啊 这样就好 修学很轻松 很愉快 你拜 逐渐逐渐呢 将自己的功夫提升 啊 不可以求之过急 哦 今天跟你讲了一百拜了 回家去拜一百拜 明天拜不动了 哈哈哈哈 就少拜几拜 那就退步了 啊 我们修行 今天要进步 不能有退步 啊 这样就好 好 今天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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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